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由中央主导的重大建设 应该比照桃园机场捷运的模式 由中央负担经费 画面是基隆市长谢果良 跟交通处处长王振宏 一起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 基隆捷运建设的来龙去脉 谢果良强调 基隆捷运是由中央主导的首都圈重大建设 经费依法来说就应该中央来负担 就桃园机场捷运一样的模式 都是由中央来主导规划 站在基隆市府的立场 我现在就是要考量到 我们眼前的负担就是53.85亿 这跟中央第一次讲不要钱 第二次讲17亿 可是现在又 这又是一个中央的主导的捷运建设 这不管是多少 不管基隆未来的自偿性是如何 站在基隆市的立场 我本来就要提出 这不该全数由基隆市来负担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林又昌 林前市长现在的林部长 他是把我们基隆捷运定位在我们北台湾 就是大台北都会区一个东门户 那西门户就是现阶段所谓的桃源航工程 一个是俗称的一个是空港 一个是基隆市俗称的一个海港 那我们可以看到机场捷运的部分 当初就是由交通部前高速铁路工程局 那现阶段已经整并到交通部铁道局来做兴建 所有的经费是由中央交通部全额负担 经费将近1200亿 也就是说这是国内第一个一大众捷运法 由中央交通部主导的一个中央捷运建设 那后续基隆的一个捷运推动 也是建构在这样的一个法源上面 那基隆捷运呢 目前也是由交通部铁道局来做所谓的规划 包括之前核定的可行性评估 以及最近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估 所有的一个开发单位 都是由交通部铁道局来主政 至于这个问题该如何来解套 谢果良也恳求议长佟子委 内政部长林又昌等基隆的意见领袖 能够一起来向中央沟通争取 我们是认定依法 他们是中央应付单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因为钱 我们要真的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因为这个开发单位也好 宣布单位也好 一 大众捷运法也好 这都是中央主管的 那我们有很好的例子 就是机场捷运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希望机节 基隆捷运也好 机场捷运也好 都是中央主要在开发的计划 都应该由中央主要来负担 基隆是不是不能负担 但是不能说一下不用钱 一下17亿 一下又53亿 我们要请我们的议长跟林部长 继续来帮我们协调 至于基隆捷运的经费 跟基隆市升格到底有没有关联 谢国良也再次强调 基隆因为不是直辖市 所以财政预算特别的艰困 所以看起来是两件事 其实是一件事 你说这个事情跟那个事情相差很远 完全不是 这件事情跟那个升格的事情 是紧紧相连 只要基隆升格的方向 能够有一个确定的 一个明确的策略跟步骤 我觉得基隆捷运的经费问题 他所衍生出来的经费问题 我相信就会有很妥善的解决 我并不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两件 我觉得这两件事 是两件事 但是他们彼此的关系是紧紧相连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捷运通过第一阶段还评 不过地方分摊经费却大增 对此内政部长林又常认为 基隆捷运推动地方要多努力 中央要多支持 他也提出两点建议给基隆市政府参考 而立法委员蔡适应则强调 针对工程分配款将沟通交通部 予以降低 至于用地取得衍生的费用 蔡适应呼吁基隆市政府 可以采取各种征收方式来因应 基隆捷运日前通过第一阶段还评 不过基隆分摊费用 却从原本的17.7亿元 暴增到53.86亿元 引起基隆市政府担忧财政危机 对此在基隆市长任内争取基隆捷运案或史上最重大进展的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捷运推动地方要多努力 中央也要多支持 他除了呼吁基隆市长谢国良紧述召开捷运专案会议 对于经费上涨部分 林又昌也提出建议 我过去在担任基隆市长的时候 因为基隆市没有捷运局 所以我们有成立一个捷运的专案会议 每个月由市长来亲自主持督导 我曾经一个月开了三四次的一个会议 我也希望说谢国良市长能够尽快的要召开这个捷运的专案会议 因为这个捷运的问题非常的复杂 那必须要市长亲自来统整 才有办法解决这些课题 路郎取得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价格 可能比较增加 不过这个一部分应该是可以透过市政府都市计划 这个变更跟回馈的一个过程 不一定要付这个增加的这个土地的一个费用 立法院蔡思映则强调针对工程分配款部分 会向交互部沟通争取调降 至于捷运路郎用地取得成本增加 蔡思映也建议金融市政府可以采取各种行政作为因应 征收费用高低完全取决于市政府的做法 费用的增加不是只工程费 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用地取得费 那用地取得衍生的费用本来就是由地方政府该来处理的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金融市政府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来沟通土地的取得 那不论是用都市计划征收的方式 或者区断征收或者什么方式 这个由金融市政府做最后的决定 所以征收费用高或低 就是看金融市政府的采取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这个部分不应该把它混为一谈 除了持续向中央争取减轻地方负担 蔡思映也呼吁金融市政府努力开拓筹策裁员 希望在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下 金融能期盼许久的金融捷运能早日实现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由于传出金融捷运 新建工程中金融市分摊的经费将从原先的17亿元 暴增到53.86亿元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强调不分党派 市议会愿意担任沟通平台的角色 由于传出金融捷运新建工程中 金融市分摊的经费将从原先的17亿元 暴增到53.86亿元 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财政难以负担 而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则强调不分党派 市议会愿意担任沟通平台的角色 我们金融市议会愿意来做整个中央地方 还有市民汇整意见沟通的平台 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建设 透过不断的冲撞沟通跟这个讨论 一定可以汇整出一个凝聚一个金融人最需要 其实我想捷运对金融市的发展来说 它不只是一条交通运输的一个动线而已 它会对金融市未来的城市发展 北北桃未来串联的生活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那我想整个TOD大众运输导向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透过运输的廊带 然后来开发公共设施等等人行步行环境 我们金融非常重要的邮轮也即将进来 未来我们一定要进入市中心串联 整个北北桃的生活圈 这对金融未来的开发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也是一个 城市发展的重要的一个契机以及重划 那我想我们当然我们大众运输 有非常多的沟通跟讨论 那经费其实我建议金融市政府 可以在我们的廊贷开发需求 公共土地的用地等等 一些做规模性的讨论统整之后 再跟中央做更细部的沟通 会更有效率的来完成 这一次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我想环品已经通过在第一阶段 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步骤 还要再进行讨论 我想经费我们立委跟中央 也都会有在努力争取中 然后我们也可以来做沟通 那希望市府提出更具体的方案 那也跟中央讨论 那我想这是金融人 引颈期盼最接近捷运的一次 务必一定要努力完成 同志伟建议市政府 优先厘清基隆的需求 并且提出捷运狼带愿景 评估捷运沿线的发展效益 在既有的市政预算和市政方针上 提出有效的整并和调整 相信可以跟中央进行更聚焦 更细部且更有效率的讨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方便往返台北基隆的通勤民众 基隆市政府方面提出109班次 台铁直达车 增停南港站的折衷方案 立法委员蔡适应 日前特别邀请台铁协商 并且建议台铁在4月大概点前 能够先行事办 结果获得台铁正面回应 宣布109班次从3月13号开始试办 增停南港站到4月底 如果试办成果良好 4月份大改点时将纳入正式实施 针对建议市政府提出台铁109班次 增停南港站的直达车折衷方案 在立法院蔡适应协助争取下 台铁局方面正式宣布 3月13号起 109班次将试办增停南港站 一直到4月底 目前来讲9026客运有到南港转运站 还有1088也有到南港转运站 但市区的部分事实上是没有车到南港转运站的 那市区也有听到民众的需求 希望可以未来增停南港转运站 所以在这个部分过程当中 市区也特别跟台铁局来沟通 有没有可能就这个部分来做重新来检讨 那实际上现阶段目前在尖峰时间 区间车都有停南港转运站 那民众是希望说7点半那一班 109班次是否也能够增停南港车站 所以市医院在跟台铁局沟通完之后 我也非常感谢台铁局给了三亿的一个回应 从3月13号开始 会增停南港车站做事办的期间 一直到4月底为止 那民众用路人有需求的部分 未来可以使用这一个南港车站 作为它一个南港车站中庭 作为它一个新的使用 由于台铁已经决定4月底将进行一波大改点 蔡世英也要求台铁方面 如果109班次增停南港站 事办结果 评估后确认达成需求量大 希望在4月底大改点时 能将109班次增停南港站 列为正式的停靠车站 我想整体的评估等到4月底之后 如果需求量很大 也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我会来要求台铁在4月底 大改版的交通路网的时候 把这个部分列为正式的停靠车站 那作为我们民众的一个旅运需求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铁正式公布第109次自强号 从3月13号开始增停南港站 基隆市长谢国良听到消息后 感谢各界促成 而市政府交通处也会规划 R字头公车协助接驳输运 让市民上下班更方便 现在的基隆捷运是不是也是 南港到八度 我们现在刚好台铁的 也是南港到八度 只是 不是 不是 那我问你捷循几站才到 13 有13 12站嘛 请问我们几站到 就有站 直接到 对啊 所以我刚好可以来测试一下 这个直达车的效果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案 基隆市长谢国良日前不断呼吁 基隆近八成名义表达 需要有台铁直达车 因此建议台铁既有班次 早上7点34分 从基隆八度到台北的直达车 中间可家庭南港站 谢国良听到台铁从善如流进行调整 他强调台铁直达车功能与重要性 不雅于基隆捷运 他感谢台铁局长杜维 也对立委 也对立委洪孟凯 邱成远 蔡适应 极力促成表达感谢 针对于台铁从3月13号起 就要增加我们的基隆八度台北的这个直达班次 要家庭南港站 我们觉得很开心 很欣慰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班次对于很多安乐区 甚至很多市区的通勤族朋友 一定会有很大的通勤的时间改善 我一直都相信台铁的直达车 它的重要性是不在基隆捷运之下的 只是他们的功能不同 所以我要谢谢台铁的杜局长 在这件事情上面 听到了超过77%的民意 基隆民意的反应 愿意来协助我们完全这件事情 近日来不断帮我们联系 一直打电话给杜局长 还有约好要开协调会的 洪孟凯委员 邱成远委员 以及蔡适应委员 我们都一并的表示感谢 感谢让这一次的直达车能够促成 希望以后去南港转程的通勤族朋友 未来尤其在下雨天 高速公路天后路况比较不良的时候 尽量利用火车 这个比较准点的交通工具 前往南港进行转程 那我们会特别注意 让安乐区几个重要的站的这些 通勤民众们 有机会可以利用这一班车 转程到台北 这样子的一个转程机制 我们也请王处长 尽速的来规划 我们包括R66 R86跟R82的部分 其实就是衔接到我们所谓的一个火车站 就是巴独火车站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这个R字头的一个公车 做所谓的上班的时候一个接驳 那现阶段R字头 我们已经全数会在4月中旬 由市政府的公车处来接手 那我们也会评估 从台铁家庭所谓的南港站以后 我们会考虑这个整个运能协调公车处来加班 这个输运的一个车次 那让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这个上下班的时候更加方便 台铁直达车是谢国良市长 在选举前的一项重要通勤政见 透过市政府不断的呼吁 及各界的大力帮忙 能够实现这个跟基隆通勤族相关的民生政策 相信这是全体基隆市民 乐于看见的最好结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祠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祠云寺 祠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祠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祠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祠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也逐渐解封 为了让民众可以更安全安心 度过逐渐解封 其回归正常生活 政府推出疫苗加一 解封安心运动 小爱爸爸 吉隆市长谢国良 带头做起 特地到吉隆市立医院 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 踊跃接种 提升自我防护力 也可以拿好康哦 小爱爸爸 吉隆市长谢国良 带头做起 特地到吉隆市立医院 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因应解封期 回归正常生活的到来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逐渐趋缓 也逐步解封 不过为了让民众 可以更安全 更安心度过逐渐解封期 政府推出疫苗加一 解封安心的运动 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 踊跃接种疫苗 提升自我防护力 也可以拿到快筛剂 以及500元的 超商礼券等好康哦 我们的疫苗加一 就是俗称我们的次世代疫苗 那这个打疫苗呢 现在政府也有鼓励 因为觉得这个追加剂 对保护民众的健康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现在政府的政策 就是说 凡是六个月以上 我们都鼓励大家 都要打疫苗 但是呢 11岁以下 或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如果打疫苗 就鼓励他 给他500元的礼券 那每一位打疫苗的民众 我们都会送几剂 5剂的快筛剂 所以这个时候 不但是为了要保护民众的健康 而且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好康 鼓励大家呢 要来打这个追加剂 疫苗加一 保护民众的健康 市长进一步表示 三月开始也会设置 大型次世代疫苗接种站 方便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三月份开始 也会设大型的施打站 让民众在打疫苗的时候呢 能够更迅速更便利 所以鼓励民众要来施打 然后65岁的长者有好康哦 基隆市卫生局指出 符合资格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 可以免费拿到5剂快筛剂 而6个月到11岁的孩童 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 再加发500元操伤礼劝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奠记公庆祝开张圣王圣诞千秋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 参加庙方举办的圣诞千秋 祝寿仪式 热闹的绕境队伍和阵头 经过市政府附近 副市长邱佩玲也亲自到路口等候迎接 祈求开张圣王保佑国泰民安 基隆奠记公今天举行公祝开张圣王1367年圣诞庆典 电奠记公结合其他公庙的游行绕境队伍 下午热闹地经过市政府旁 副市长邱佩玲也亲自到路口等候迎接 并一一跟参与绕境的人员说辛苦了 副市长邱佩玲说 他从小就很喜欢看庙会绕境与各式阵头 这次也听庙方人员说 他的父亲邱创幻亲自到过电契宫两次 也让他再次回忆起父亲的身影与点点滴滴 副市长邱佩玲也代表市长谢国良 参加电契宫开张圣王的三线祭典祝仪式 在开张圣王圣诞千秋这个特别的日子 副市长邱佩玲也祈求开张圣王 能够继续庇佑者市民大众 在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幸福美满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基隆塔目前正办理出宴 但是基隆市议员吕美玲接获陈勤 包括工程设计排水沟以及植栽等都出现问题 邀及市政府和营造商道场厘清 市政府都发出说工程还在出验中 将汇准意见进行改善 来到中正公园通往基隆塔入口 墨字形造型的拱门相当的突兀 你看这个这么规格的话 按照规格 宽度至少要160 它绝对没有160 为什么 我的高度是150 我这样打开的话 至少会有150 不仅大门宽度遭到市议员质疑 再往上走 沿线的排水沟居然比路面还高 而阶梯上还留下钢筋及钢板 一不小心就会踩到 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的水沟怎么会这么高 你的印井也这么高 那水是往低处流的 它会往高处吗 此外电梯下方的主结构 出现锈齿的情况 阶梯台阶出现了高低差 都生锈了 完全生锈 还没有验收就完全生锈的 如果你要弄一个漂亮的钢板 可以 是不会生锈的 甚至你包覆了一层 包覆了一些透明的玻璃 或者是透明的板子 也可以 让它漂亮一点 你看这个都生锈了 就是它展现那个 然后跟我们绿地这样 它很刻意让它锈死的 其实它把它当耐厚钢板 它跟结构没有关系 可是它是耐厚钢吗 类似 因为它是外面的干活 它是类似 它可以承受几年 尤其这么重 这是很重要 委员跟你们 RC还是在里面 它里面都是RC 它是外面的一个装饰的包板 可是你认为这样子漂亮吗 金融新地标基隆塔 正在进行出现程序 但是议员呂美玲 接获民众反映 沿路的景观 工程设计及排水设施 出现了诸多的缺失 担心影响到行人安全 市议员呂美玲 邀请了营造商和独发处现场会刊 逐一提出了质疑 我们看了以后 包括有一些生锈的 还有排水的 居然它的排水沟 居然会高于地面 那你怎么排水呢 然后还有它的高度 楼梯的高度 居然是倾斜的有一部分 然后倾斜的话 通常我们老人家会小朋友 它会试着扶着那个栏杆 但是那个栏杆却是没有保护作用 所以很容易都被割到 那我也没有看到 就是说从中铁齿上来的这一排 它一整排居然是用铁板 铁板来覆盖做勾盖 那这个的话在多雨的基隆 它是很容易丝滑滑倒的 那滑倒下来的话 它又为了要把这个锅盖 在那个地面上固定 所以它用钢筋 那钢筋是搂弱的 甚至有一些螺丝帽 有一些钢筋没有处理好 那这些呢 都是非常的危险 除了是潜在的危险 我觉得是太过于明显 针对议员和民众提出了质疑 市任府都发处表示 目前工程还在出验阶段 将会整后和营造商研究改善 现在主理工程大部分都已经完成 那现在就是在做一些 就是出验的一些缺失的改善 那今天那个议员所提出来的 这些建议 我们会再做生意部的检讨 金融塔总经费3.7亿元 108年开工 去年底完工 目前还在出验阶段 市议员吕美龄希望 市任府出验程序要确实 以免开放之后 衍生出诸多的问题 记者黄绍铭记用报道 位在七土区东兴街91号附近 属于国有财产署土地 每当下大雨时泥流 就会往下流影响行车 及停车的安全 基隆市议员张耿惠特地和七土区长 以及当地里长办理会堪 要求国产署要维护好自己的土地 位在七土区东兴街91号附近 属于国有财产署土地 每当下大雨时泥流就会往下流 恐将影响到行车及停车的安全 基隆市议员张耿惠特地和区长冯吉安 以及当地长新里长姚秦富 一起办理会堪 要求国产署要维护好自己的土地 盖棚布 然后那个国有财产局要用沙包暂时去用一下 然后等明年金额才可以 而且已经已经开始了 还没处理 上一次虽然说国有财产局 因为金贵的限定下 没有立即的把那个比较完善的把它处理好 只有用太空包 把它暂时把它围起来 但是我们今天跟区长比长到现场看的情形 已经整个在去年所铺的那个塑胶环布 已经都把它覆盖掉了 所以说我们真怕到时候 这都是没以季节再来的话 这个没有能马上迅速处理的话 会造成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所以刚刚新的年度 我也希望保管 保管这个土地所有钱的国有财产局 你们要立即的来处理 不要吵出来的命 那我们会赶快新闻给国有财产署 请他赶快来做这个互扩的工程 张耿辉也请七土区公所 将会刊的结果转给国有财产署 加强维护管理 避免大雨来时发生意外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